哈喽大家好我是包海之鱼 今天我们来玩手机游戏啊 现在我们玩的手机游戏呢是叫做屠夫躲猫猫 就是之前我们玩过电脑版的那个杀人躲猫猫啊 这个游戏呢是一个b站的小伙伴 他告诉我说杀人躲猫猫出手机版了 然后呢我问他在哪里下载 他也告诉我了 今天呢我就把这游戏给下载来了 我们今天来玩一下啊 这个游戏一进去啊 我就看上右上角 我这个金币啊 这么多破解版的吗 那么目前我玩的这个手机版本呢 是可以双人PK的 就说可以联机 然后呢我跑到电脑上啊 看官方的杀人躲猫猫的信息 目前啊官方是没有出过手机版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玩的手机版 并不是官方真正出的 是别人把电脑的这个杀人躲猫猫 移植到手机上来了 有很多玩家告诉官方 他们想玩多人联机版 但是目前官方并没有要出联机版的意思 如果要真正玩联机版的话 官方会考虑出杀人躲猫猫2 第二代就可以联机了 所以到时候我们稍微期待一下吧 看看官方的联机版会是怎么样子的 但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目前是可以玩手机的联机版 那我们就直接来试一下吧 那肯定是直接双人PK模式咯 单机模式有什么意思啊 哎呀 土屋被抢了吗 那我只能选平民了 我们选谁呢 我们选这个黑妹 现在这个是正在匹配当中吗 我记得我在电脑版杀人躲猫猫的时候啊 是一直躲在最后一个位置才幸存下来的 我现在不知道我这个运气啊 能不能延续在手机上 我在手机上一直躲最后一个位置 会不会也能活下来 但是我觉得不可能 呀 匹配到了 可以了吗 哦 进入游戏了 但这个背景音乐怎么不一样了 背景音乐变得好奇怪啊 那这一次 哎呀 我在最后一个位置有人躲了是吧 哦 躲这儿 我们现在只能躲在第一个地方了 这个是玩家吗 这个屠夫是玩家在玩吗 我怎么感觉这个屠夫的动作不像玩家 是人机吗 我怎么感觉好像也是人机啊 那好奇怪啊 好吧 我们先玩了再说吧 我现在已经肯定了 这个游戏应该是假连机 并不是真正的玩家在玩 现在啊 我们躲最后一个位置啊 最后一个位置呢 是我的幸运位置 哎 被人躲了吗 他抢我位置 这个人一定知道最后一个位置是 幸运位置 他一直在抢我位置啊 吓死我躲最后一个地方去 哎 我怎么点了没反应啊 这人抢我冰箱躲 好吧 我躲桌子下面吧 虽然说这个屠夫是人机啊 并不是真正的连机 但是也还好了 毕竟在手机上 你们也可以玩到这游戏吧 也还是不错的 是吧 哎呦 砍了柜子 幸好我们又躲柜子里 说实话 我上面吧 真的很想躲柜子里的 还好我没有躲 OKOK啊 这最后一个位置呢 是我的幸运位置 九号位啊 九号位是我的 走开 躲进去 哎嘿 可以了哈 看看大家躲哪的哈 屠夫 你快点出来吧 屠夫来了 九号位啊 是我的幸运位 看看电脑上的运气 能不能延续在手机上 应该可以吧 他不会看错的位置吧 哦 死了 看来电脑版的运气 没有延续在手机上 哎 好惨啊 这个运气真的是不行了 再来一次啊 但是这一次平民好像被人选了 我只能选屠夫了 我们换一张地图啊 换一张 哎 万圣节的地图吗 我们选择这个地图看看 哦 也是开始了 哦 我是屠夫 现在玩家正在躲藏当中 平民玩家想要胜利的话 肯定最后一个人要幸存 那屠夫玩家胜利的话 怎么样才能胜利啊 找到所有玩家什么 应该是这样子的 好 给我出动了 哦 这个是新场景 我还是第一次玩啊 我觉得一开始啊 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肯定能找到人的 每个物体后面肯定有躲一个人 那我们先找这一个吧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 第一个被我砍掉 因为这个游戏是假连击 所以我觉得这些玩家也是假的 都是人机在陪你玩 这是我第一次当屠夫 电脑版中我一直当的是人 我没想到居然在手机上 可以当屠夫 我又来了 小伙伴们 这个按钮是什么 哦 这个是笑啊 左边这个按钮是笑 哎 我看了你了 在这里啊 砍一个 嘿嘿嘿 躲在这个屋子里面 啊 这个屋子是我的 你躲我房间里干嘛 屠夫胜利的条件啊 那肯定是要干掉所有人 玩过这游戏的人 肯定都知道啊 因为到最后啊 有二分之一的几率 你要找到真正的人 所以说到最后呢 有50%的概率 可以赢 50%的概率会输 好了 我们先杀一个第一个的吧 躲在树里面再干掉 哈哈哈哈 现在场上还生几个人啊 123 456 6个人 哦 这个十字架有人 哎 等一下 我怀疑是不是有人跟我学 躲在9号位 我直接把9号位给砍了啊 哇 9号位是个城堡啊 哎 9号位没人躲哎 那就干你吧 你们居然没有人躲9号位啊 是不是知道我是屠夫啊 你们故意不躲9号位 看看9号位这一次有没有人躲 我觉得9号位这次一定有人躲 这个游戏啊 就是感觉像心理博弈了啊 看运气了啊 我猜9号位一定有人躲 这是我的位置 虽然我变成屠夫了 但是 哎 这 这城堡是9号位吗 还是说刚刚那个十字架是9号位啊 应该不可能吧 9号位真的没人躲吗 哦 这个南瓜有人 嘿嘿 现在厂商的人啊 越来越少了 看看你们到底能不能活到最后 OK 这一次我来看一下 看谁比较好呢 嗯 这里有一个棺材啊 棺材里面有人吗 啊 有人 哎呀 别躲棺材了 我让你去真正的棺材啊 这个棺材是假的 走 我带你去真正的棺材去 现在厂商还剩下三个人了 这三个人 究竟谁可以活到最后呢 嗯 你看看这个石头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啊 看你 嘿嘿嘿嘿嘿 哦 开始了 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啊 这个十字架我一直没动他 今天就动你吧 好了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人了 啊 胜利 奇怪了 这样就胜利了 最后一个人还没找 怎么就胜利了 按理来说 找最后一个人的话 应该有50%的概率啊 找了到 就算我屠夫赢了 找不到那就算平民赢了 这样怎么就直接胜利了 哎 也对嘛 毕竟这个是假连击啊 也不用考虑那么多了 这个游戏里面 所有的连击模式啊 都是机器人在陪你玩 好吧 要不咱们今天的 屠夫躲猫猫手机版 就体验到这里吧 我还是比较期待 官方出的 屠夫躲猫猫2 第二代就有连击版了 那个时候啊 看看官方出的连击版 会是怎么样子的 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